有些人可能待冷氣房 那有些人可能是要在外工作 那其實都很辛苦 我推薦一些運動 可以幫助你就是 調節你全身的筋脉 那尤其是去心火的部分 就是不要太容易生氣 第一個呢 就是摇頭摆尾去心火 那他要做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先調洗 第一個我們摇頭摆尾 調洗的時候 兩手放在膝蓋兩側 吐納的部分呢 注意你的背 要是直的 不要妥背 背把你的背拉直 然後收下巴 然後這樣來做吸氣跟吐氣 吸氣的時候 到你的丹田 吐氣的時候 想著你的硬糖兩眉的中間 OK 這是第一步 好 那接下來第二步呢 就是我們的白尾的部分 來讓吐氣的時候 來膝蓋往左右兩側白 我們做個三組 好 然後慢慢的起身 然後再搖頭的部分 好 吸氣往上 吐氣往下 一樣做三組 換邊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搖頭白尾去心火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五勞七傷往後橋 那這動作呢我們就分兩步 來第一步的時候來腳踏出去 手打開 來第二步的時候呢 讓你的下半身腰 好 骨盆以下往內旋轉 上半身骨盆以上往外旋轉 好 翻掌頭往後看 好 然後回來 然後再來呢 換邊 一 一樣踏出去 手打開 然後二 上半身下半身往不同方向旋轉 好 回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五勞七傷往後橋 好 搖頭白尾去心火呢 它可以讓我們在上面的心火呢 跟在我們下面的腎水呢 做一個交通 那讓我們的水火平衡 那就是會讓你的情緒啊 心火比較不容易太過亢這樣 那在我們這種夏季養生呢 是還蠻好的 好 那另外這個五勞七傷往後橋 這個動作呢 可以幫我們代謝掉身體累積的疲勞啊 各種外來的邪氣 就在這擰身體的過程中 幫我們讓那些外在的邪氣呢 給擰到外面去這樣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分享的這兩招 那謝謝大家